大家好,我是美味小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样在家做酱香猪蹄 做出来的猪蹄色泽红亮 特别的软烂好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准备两个剁好洗干净的猪蹄 直接放入浓水锅里焯水 大火烧开后再煮5分钟关火 把猪蹄捞出来后再次清洗干净 拎干水分备用 下来准备葱段、生姜片 拍破的草果 少许的丁香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 放调料盒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满的胶原蛋白 看上去都想咬两口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视频下期视频